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 各位联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是群灵节 在华人的社会 对群灵节是非常的注重 这一天无论远在何处的家人 都会赶着回乡 儿子姓相对的习惯 也就是要祭祖 要扫墓 要拿对祖先养育 恩德 祖先尤其是父母,對我們的恩,所謂比山高,比海深,浩天亡極。 所以,眷屬們對祖先的恩德是永遠懷念,永遠感恩,懷念感恩是在心中。 一年365天都是為生計、勞弱。 所以,就利用著清嶺的節日或者是雲南盆的節日,就專門的特別的來祭奠祖先。 我們中國古來就有聖宗追遠的消失與存厚的封屬習慣。 那麼,清明節的掃墓也是表達追遠的消失。 聖宗追遠,以我們念佛來講,是最殊勝的聖宗,也是真正的達到聖宗的目的。 為什麼? 對方死了,如果還繼續六道的輪迴,尤其是三二道的話。 那麼,對再生的人是一種悲痛。 所以,不能達到所謂的聖宗,唯有念佛來處理他臨終往生的這個過程。 使他離開六道輪迴,這樣才是真正的聖宗。 聖宗追遠,一般民間習俗,只是道浮墓,千里墳長,以及供養祭品。 這樣的話呢,也不能達到所謂的聖宗的真正目的。 聖宗追遠,必須也是以戀佛,讓我們的仙人能夠徹底離開六道輪迴。 這樣才是真正的追遠。 我們不只有這一輩子的祖先。 我們生生世世的輪迴,每輪迴一次,不管人到,不管出生到,也都有祖先。 所以況且以來,生生世世無窮盡的輪迴,到今生今世。 我們生生世世的祖先。 我們生生世世的祖先,可說是無量於邊。 放眼所看地球上的人類,以及所有的動物,這一些無形的。 同時涵蓋無形的天人、地獄、惡鬼。 我們生世世,可說是無道理。 如跟我們的芝 heroes的意思呢。 我們,我們要根本它為真正的追遠。 就必须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 就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只会光受如同大愿望 光受如同阿弥陀佛 当然慈悲智慧神通愿力 方便都跟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 假借种种的机缘 来做超度祖先的练佛 同时将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才能够彻底的达到最远的这个目的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讲题就是 念佛度防止理论 所以用的都是经文 以及祖语 祖师的法语 都是跟念佛 还有跟杜王有关系的 教理上的证据 念佛 念就是阳间的眷属 或阳间的人 佛就是此 阿弥陀佛一佛 度就是超度 度把也是旧度 亡就是过往的人 主要当然以自己的祖先 上一代的 或上上一代的 也就是父母 祖父母 真祖父母 高祖父母 乃至十代 百代 千代 以前的祖先 离正 离跟是 是相对应的 这个离呢 所谓道理 真理 原理 这个离 都是以这个佛陀所讲的经理 为依据 即使是引用祖师的华语 祖师的华语也无非在阐释 经教所讲的理 因为佛陀所讲的都是真理 那么所讲的这一些真理 都编辑在经典当中 正就是正明 离跟是 它呢 是相对的 可是又是一体性的 离 是无形的 静态的 是 是有形的 动态的 所谓是 就是我们人在世间 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情 所创造的 种种事物 都是属于是的范畴 乃至 我们之所以生死轮回 这也是是的这个范畴 当然是有因必有果 那么这一些因因果果 因缘果报 这一些事项 都离不开这个离 离不开这个离 都是以这个离 为基本的 为依据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道理的话 不可能 有那种事情 有那种现象 所谓 离以成事 事以弦理 也就是 有的这个道理 有的这个真理 才能够成就这一种事项 成就这个事情 缝攻吟业也好 尽快 或者是三夜 也好 总之必须有那个离 合乎这个离 如果没有那个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那么理是无形的,无形的看不出来的,必须假借事项才能够显明它的理,所谓权理成事,权势集理,权理就整个全部的真乳理体成就这个事项, 所以现在这个事项整个也都是它的这个理,理根式是一体的,这个也唯有研究这个佛法才能够理解, 譬如说,我们人,有男众女众,圣凡善恶,根基是千差万别,可是它的理只有一个,就是佛性,就是真乳,真乳实相。 可见每一个人,他的本体,他的相,就是他的本身,可是都有一个同样的本体,就是真乳理体。 由真乳理体,整个真乳理体,来形成,显现出他这样的人,这样的佛报,那每一个人的本来人,这个本体,理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又譬如,这个桌子,这个椅子,这一朵花,这个房子,都是各个因缘和合的, 那么,把他分析,推就到最原始的话,他最原始的是什么? 还是那个真乳理体,也就是所谓,真乳实相第一异地的空性。 比如说,我们把一件东西分析,所谓这个原始,分始,中子,研究到那个核心原始,分析到最后呢,发现是空无一物。 可是这个空无一物的,所以能够生长,发展出各种人类啦,动物啦,矿物啦,植物啦,任何东西。 可见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他的本体是空性。 所以,近代有岳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就说,所有的物质,都只是人类的错觉,是我们凡夫,凡夫被我们的烦恼所引盖。 所以,看不出宇宙人心是一个空向。 虽然了解经理,比如心经说,这个色不易空,色即是空,可是呢,我们也不太能理解得来。 即使理解得来的话呢,我们的心还不是安住在空性上,还是被我们的贪嗔是环绕所扭转。 这个离跟事是一体的。 有这个离,依照这个离去做,必然就会显出它的结果出来。 比如说,所谓恋佛,恋佛一生罪灭何沙,礼佛一拜佛真无量。 恋佛能够消业障,消灾敏赖,能够争福德,能够争智慧。 这是它的道理。 那么,我们如果依照这个道理去做,就会有那一种事相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去念佛,那就能够消灾灭烂,就能够消业障,就能够征服德,就能够长智慧,就能够脱离沦尾,就能够自然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种离世的关系,它是一体的,也是同时的,我来讲一件也是在清明节所发生过的,一件消灾。 这一件事迹是历佛的事迹。 这一件事迹,我们红院怜佛会的网站在昨天4月3号的时候有发布, 这一件事迹,它的标题就是《练佛只住车流》,化险为奈妮妥, 他的作者是一位女仲 叫做杨靜茵 沐浴阳 静中的静 清静的静 茵是草字头 一个英国的茵 他在这个民国一百年的清明节 那一天 那一天是四月五号 他从台中开车 载着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是那个时候十四岁 他家乡是在台南 所以要回台南去扫墓 记住 那么那一天的车子 当然车流很多 他开的高速公路是国道三号 车子是一步接一步 轿在高速公路上 但是也还算顺畅 并没有拥塞或堵车的现象 它是开在中间的这个车道 那速度也不能很快的 因为车子多 所以他都保持在一百公里左右 正当开到民间交流道的附近的时候 突然间右边的车道 有一部车转到他的前面过来 急速的转过来 他当时吓了一跳 下意识的就将方向盘向左急转 那你晓得由于当时的车速 一百公里很快 又加上转方向盘过于猛烈 结果整个车子当下就失控了 失控怎么样呢 就打转 打转了一百八十度 本来车子是往南开的 那突然间打转一百八十度 是往后了 那后面刚好是大卡车开过来 那么正当要跟这个大卡车冲撞的时候 他在惊慌之下 就失声了 练了一句阿弥陀佛 那么事后 同车在车上的儿子就说 当时你所练的那一声佛号 简直是用喊的 喊叫出来的 那么当他含了这一声阿弥陀佛 叉那间 看到四周 后面所有的车 整个车流 好像被热令停止 不动了 所以有的车子 在当下都只住了 时空顿时斗节了 静静的等待他的车子猛转三圈 他的车子刚好三百六十度转了三圈 一直到三圈转晚了 恢复到向南的这个车道 原来的车道之后呢 车子车流才回物正常 他在这一惊吓之下 几乎整个人都猛了 当然也是继续的往前开 那个时候呢 他根本不晓得他是怎么开的 那么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过神之后呢 他就细细在想 刚刚几秒钟 他是怎么了 那么这一件 这一件险烂 有可能是一场 极其严重的连缓车祸 将见这个车毁人亡 混乱的这个惨剧 可是就在他一生 安脱我之下 在那样惊险的急迫方张的瞬间 他那部车子好像被戳离出来 好像腾在空虚之中空中 然后呢 很从容的回旋了三圈 之后呢 自动的又调整 在正确的道路上 继续上路 结果呢 保住了他们母子 以及许多现场行者 所有的人的这个生命 可说是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在样化为尘 所以到现在 这个杨静音一想到 当时所发生的 还是心中有语气 同时也很庆幸 也感恩阿弥陀佛的救度 他怎么在那个时候 如果无意识之下会练佛呢 因为他也是属于佛的人 想到练佛可以消灾连难 在关键的时刻 一定要练佛 因为有这种观念 潜藏在脑海当中 所以当突发事故的时候 突然间就会喊出一句 阿弥陀佛 喊出一句阿弥陀佛 其实那个时候不可能是预先准备的 不可能是第六意识的一种思维 分辨的结果 而是下意识的 不意识的 也就是第七意识 所以我们如果晓得 练佛的好处 养成练佛的习惯 在围缆的时候 乃至 譬如说在地狱 可能练佛人是不可能到地狱的 那假设练佛地狱那一种景象 我们也会不假思索的 不假思索的 喊出阿弥陀佛的佛号出来 那么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一部车接一部车的 哪有可能说 当下所有的车子都停住了 可是如果没有停住的话 岂不是就引起严重的连缓 这种车祸 而且他的车子猛烈的转了三圈 所以如果又发生车祸的话 会是好多个人都不死 也要重的车祸 也要重伤的 但是很奇迹的 很不可思议的一句佛号 似乎让所有的车祸 似乎让所有的车祸停止了 否则的话 那是一场不可想象的惨句 所以一句佛号 让他们母子的生命 以及一切相关的生命 都能够化显为义 转为为安 保住了每一个人宝贵的信命 所以念佛能够消灾免难 就是礼 那他念佛的消灾免难 发生了这一件消灾免难的事迹 这个就是事 这个就是礼跟事 是一体的 以礼来显这个事 来成就这个事 以这个消灾免难的事迹 来显明 念佛有消灾免难的 这一个原理道理 这一件事迹 大家看过 也有刊登在我们 这个进入中网站 那么这一件事迹 是很奇特不可思议的 为了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昨天晚上九点半的时候 还打电话给对方 当事人杨静英 就是要他现身说法 有直接的感受 那他就跟我讲 当初车流整高 好像被热令停住了 否则的话 他现在可能不在了 天人勇格了 所以我们开车的也好 坐车的也好 都要怎么样 一路练佛 一路练佛 就能够一路平安 有句话说 行船跑马三分险 这是古代 那现代的话呢 当然坐车开车也是三分险 为什么呢 空难啊 车难啊 乃至水难火难 在人世间充满了种种不可预测的险烂 所以佛险说 人生一切无常 无常的根本就是死亡 死亡 可以说 无常随时跟我们在一起 同起同我 同出同日 那无常呢 很恐怖 无常呢 又没办法对抗 他一来的话 我们就被无常所夺 所以往往用老虎来比喻无常 所以每一个人一出生下来 就有无常的老虎跟随着他 要怎么样脱离无常 老虎的恐惧跟险烂的 唯有炼火 唯有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只要六道轮回没有离开 生生世世都有一只无常的老虎 攻击我们 那么这个 这个念佛渡往的李正 所以用着每一段军文法语 其实 我们连有都怎么样 耳熟能详 因为我们出了这一套书 还有光点 尤其是我们宏愿炼佛会 五星期都有在护教 甚至于兴起都有好几次 也鼓励我们连有背诵核心的 二药的经文法语 所以今天大家手上所拿的这一张讲稿 他的内容 他的这个法语 大家应该都很熟 道理也可说听了很多次 不过这一张讲稿 只要是把有观念佛 或者是相关能够度托祖先的经文 二药的经文 把它收集在一起 因为这一些是佛所讲的 是祖师所传承的 他是最可靠的 也是最有权威的 那么大家在身边 可以时刻的温习 那当然在这里 多少也要稍微消稳 或阐释一下 这张稿总共有16段 第一段 第一段引用庄年轻 第一段庄年经说 轮悔诸去众生类肃生我差 受安乐 常命慈心拔有请 度尽阿比苦众生 又说 三恶道中 地狱恶鬼畜生 皆生我差 受我法化 不久 息成佛 这庄年经跟无量寿经 是同样内容 所谓同本异议 那么这两段法语 是谁说的呢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 因地 法障菩萨的时候 他发心要救度众生 所流露出来的 怨心 他的怨心 可说 无边 无尽 而且呢 是平等的 无差别的 他说 无尽悔出去众生内 树生火岔 受安乐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 无量无边 的这个世界 的这个众生 等于是 这些法界的众生 不管他们是 儒悔在哪一道 天道 阿修儒道 人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这些众生 阿弥陀佛 都呼唤着 呼唤他们 呼唤他们 接受 他的救度 到他的 净土 他的净土叫做 安乐世界 也叫做 极乐世界 那么安 表示 离开一切的 恐惧灾难 那么人生的 恐惧灾难 就是轮回 轮回是 最根本的 意思就是 到他那里 就能够离开 六大的生死轮回 那么乐 就是涅槃之乐 涅槃之乐就是 离开了两种 生死轮回 就是 分断的生死 跟变异的生死 那么 到达 不断的生死 不断的生死 所以这个 乐呢 就是 成佛之道 就是 涅槃之道 首先呢 这一句 说出 阿弥陀佛 的 阿弥陀佛 的 无尽的 悲心 平等的 救度 对象 对象 几乎是 无安 无乐 的众生 也就是 死法界当中的 九法界 九法界就是 六道灵魁的 众生的六个 法界 以及 深闻 圆觉 菩萨 只要是 海美成佛 都是 阿弥陀佛 要射受的 要救度的 只要 海美成佛 无论 阿弥陀佛 或菩萨 都要 往生 极乐世界 才能够 快速 圆满 成佛的 果报 因为 这是 阿弥陀佛的 悲心 是 阿弥陀佛的 愿力 阿弥陀佛的 悲愿 就显现在 这一段话当中 接下来 又说 长命慈心 拔有情 度尽阿弥 苦众生 阿弥陀佛众生 就是 地狱道 最苦 最深重 苦 的这个 境界 这也是 如悲诸去 的 其中一个 去 一个境界 那么 由这一首 祭 长运慈心 八余 请 度尽阿弥 苦众生 就显现出 阿弥陀佛的 救度 是 无所不救 没有不救度的 要救 就所有一切 痛苦的众生 离苦得乐 不让有一个苦的众生 独有在苦的境界 那么阿弥陀佛众生 就是 三恶道的众生 那我们的祖先 如果 没有 人极乐世界 也没有离开 肉道 轮回 那 往往 会有一生 一世 落落 三恶道 也就是 地狱 恶鬼 出生 那不管是 他在天道 阿修罗道 或者 出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我们只要恋佛 为他恋佛 恋佛回向给他 他都能够得到 超把的这个利益 为什么 因为 阿弥陀佛 有这个 悲怨 也有这个 力量 在经文上 就清楚地 明白地 显示在这里 所以 他是有 理证的 有这个理证 我们只要 依照道理 所讲的去做 就能够显现 那个结果 也就是 那个 事相来 那假设 没有这个理 也就是 阿弥陀佛 他没有这个愿 也没有这个力 力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怎样的恋佛 都不能达到超度 我们 都都在阿弥陀佛的祖先 那现在呢 我们了解 这个教理存在 那么 依理而行 就能够 有那个 事相 显现 又说 三二道中 第六位出生 皆生 我上 说我佛 话 不久 西成佛 这也是 这也是 经文 白纸 黑字 很清楚 很明白的 没有模糊的 或模仑两可的 说出 三二道的众生的 救度 那么这个三二道的众生 论地狱来讲的话 它是无时无刻 不在受苦当中 不可能 有时间 有清闲的心情 能够有机缘 来听吻佛法 来修想或 念佛 恶鬼也是一样 那么出生来 更是如此 那么阿弥陀佛要怎么能够 救度他呢 必须靠我们 阳间的亲属 或阳间的人 来念佛 那么我们一念佛的话 阿弥陀佛就晓得 我们现在念佛的目的 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念佛的目的 就是超度祖先 那祖先在哪里呢 阿弥陀佛就放光 放光到那里 去接引他 放光到那里 这个还只是形容词 做比量上的这个 比喻解释 其实阿弥陀佛 无所不在 无始不在 因为他是无量光佛 无量受佛 无量光佛显示 他无所不在 他的全身 全体 都在整个法界当中 在怎样的天堂 地狱 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地盘 阿弥陀佛的柳域 那阿弥陀佛是无量受佛 无始不在 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哪一点 什么时候的清明节 或者是什么时候的时段 念佛超度祖先 当下阿弥陀佛就知道 当下阿弥陀佛就会去 就把我们的祖先 因为有这样的教理 依照这个教理去做 去做是因 之后呢 就能达到那一个果 所以因果这一种事项 就能够显现这样的理 接下来第二段 《亮寿经》说 若在山土 吉古之处 见此观明 接着修行 一副苦恼 寿终之后 接盟解脱 这也是很清楚明白的 理论证明 若在山土 山土就是地狱 恶鬼畜生 那为什么用土来形容呢 所谓土就是土碳 土碳是我们中国古代 流传下来的一句话 土碳的意思是土就是泥土 那碳就是火碳 是形容 形容如同在水深火热 就是地狱之中那样的巨苦 那么这个 所以地狱恶鬼畜生 就用山土来形容 其实形容也只是比较性的来形容 如果问地狱之后 那是没办法想象 没办法说明 没办法形容的 他的苦 不堪想 不堪言 那山土呢 也叫 火靶 这个火仆 刀土 血土 火仆 是形容地狱 地狱 地狱不是寒冰 就是列佛的焚烧 所以那一种痛苦 不可想象说是佛徒 那刀徒就是评于这个恶鬼道 恶鬼道呢 它那种痛苦 好像受刀剑的割杀 那样的痛苦 因为畜生道叫做血徒 因为畜生道都肉弱强死 或者是被人类一刀 作为餐桌上的食物 这个动物都肉弱强死的独说 狮子虎霸他们吃什么东西 他们是吃肉类的 他们遇到人就吃人 遇到其他动物就吃其他的动物 所以动物叫做血徒 所以人生再吃一辈子 几乎都是在照页 所以佛徒说 人生难得身为人 是很困难不容易的 那无量寿经就说 如果堕落在山土极苦的地方 当看到了阿弥陀的光明 当下的苦就休息了 就没有了 离开了 无惑苦恼 不会再有那一种山土的苦 那假设他命中之后 他当下命中了 就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受终之后 结盟解脱 那么山土第二个出生的众生 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光明呢 是因为我们阳间的人 为他炼佛 阿弥陀佛就自然的有光明 到那里来救护 摄取着他们 就保护他们 安慰他们 让他们当下离苦 那如果受终的话 就当下往生极乐世界 第一段 第二段是引用 无量寿经的系统 第三段之后 是引用其他的经典 第三 《忧婆舍戒经》说 若父上以多恶鬼中 只为追辅当之吉德 若父上以 这是一种评语 评语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母亲 祖父母自己的先人 他堕落在恶鬼 或者是在地狱 如果子生能够为他 做种种的福德 就能够使堕落在三二道中的 祖先离开三二道 如果追辅 为什么用追辅呢 辅就是善事 善事 那回向为对方而做 好像就是把这个福送给对方 所以用追辅 那当然这个福当中 以观经来讲 有定善跟散善跟念佛 那么定善散善都很困难 是难行到 那念佛呢 容易 我们现在在这里都做得到 同时论功德 能量来讲 念佛 比我们所做的定善散善的功德 还要高超 因为念佛是直接拿阿弥陀佛 果地的所有佛的这个功德 再使用到 因为这一句名号叫做万德红良 所以这个法人也叫做 以果地嘴 为因地心 应该果爱果策因缘 所以我们子孙要为祖先 作福超见 最好 最容易的 就是 念佛 若有第四段 徐愿往生经 说 若有林中 即死堕地狱 家内眷属 为其王者念佛 即转送灾佛 王者解出地狱 往生 敬佛 意思就是说 如果先人死了之后 甚至堕落到了地狱 家眷亲人 如果能够为他 念佛 拜佛 或者是为他 诵经 礼灿 或者是 捕师 这样 祖先就能够离开地狱 甚至往生 十方 敬佛 那么由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 诵经 礼灿 不正离祖先 可以使我们 堕落三恶道的祖先 离开 三恶道 那当然 如果要往生 死亡 祝主的话 那必须要靠 佛的力量 一般的 诵经 礼灿的力量 是不够的 顶多 只能超出 三恶道而已 也因此 以超度来讲 我们是提倡 专一的称恋 弥陀 佛名 直接使我们 主要超度的对象 也就是或者是父母 历代的中亲 六亲眷属 冤家寨徒 直接离开六道轮回 往生轮途净土 这样从根本来解决 才不会再有 灵魂的危险 因为一旦 网空极乐世界 就彻底离开六道灵魂 而且跟安徒一样 同样获得无量寿命 无量光明 同样获得无量慈悲 智慧 功德 神通 三明六通 百仙陀罗灵 而且他的生命 是永恒的 因为不再生老定 只六道灵魂 而且这样的生命 又是永远健康的 所谓金刚那种延伸 强健 不会生病的 同时是安乐的 自在的 来去自如 变化学意自在 所以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法事 以电佛最容易 也以电佛功德 最大 又说 现在眷属 为王者修福 如祥远人 无辜霍果 意思是说 现在的骨肉眷属 为去世的先人 行善击倒 送经啊 礼灿啊 乃至念佛拜佛 那就好像我们 送饮食给外面工作的亲人吃一样 这个如祥远人 这个祥呢 是以前是农业时代 白天 人种 都到田里去工作 那么 女人家呢 就在家里 准备三餐 然后 就挑到田里 给工作的 丈夫啊 家人啊 吃 那么 为去世的人 行善修福 也是同样的道理 送东西给对方 给远在他方的人 又说 譬如世间犯罪之人 心中思为 忘诸眷属 求主大利 就其为难 今日烧香 忘得解脱 譬如世间犯罪的人 他犯了国家的法律 必定要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这个时候 他的心中 就会殷切的盼望 眷属们 能够请脱 具有 威望的 达官啊 贵人啊 来为他 斡旋 或者 让他免起 他的这个刑法 或者是减轻 这个刑法 这是用辟语 接着又说 为王者称起名号 修出功德 以福德之力 原是解脱 亦复如世 见生十方 无愿不得 我为去世的人 称念 跟阿弥陀的名号 那么以这称念名号的功德 就能够使去世的先人王者 解脱 离开 生的道 乃至直接往生 十方净土 以上是随便往生经所开示的 那么我们为他念佛 所往生的净土 当然就是极乐净土 不过以教理善来讲 这个净土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必须是断了无名 无名的圣杂 才能够相应感应道交 才能够取得了的 如果没有破除无名的话 是进不了的 那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他呢 又是净土 同时又是凡夫 还没有断除烦恼 还没有破除无名的 这个人 凡夫众生 所能够取得了的 那之所以取得了 是完全靠阿弥陀佛的福利 使得我们也没有断烦恼 也没有破无名 居然能够进入那一种境界 是卡阿弥陀佛的力量 像这个皇宫 皇宫本来就是皇帝 皇徽和太子们居住的地方 即使是文官武将 左丞相 右丞相 大将军 也不肯进去住 因为不相应 不同领域 不同境界 不同身份 可是有一个人 有一天被国王认出 原来那个人 不是别人 不是别人 就是他从小离开的儿子 是太子 那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被迎进皇宫 住在皇宫里面 过着皇宫的生活 享受着皇宫的高贵受用 那么我们死亡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的孤儿 所以阿弥陀佛在呼范我们 轮回住去众生内 要快快往生他的极乐世界 因为死亡众生不是别人 是他的孤儿 所以《无量宗经》就说 为助狩猎做不情之勇后 全身为之重担 于之众生示弱自己 这几段经文 沉默地显露出阿弥陀佛的爱心 阿弥陀佛主动为我们 使用众生承担我们的罪业 我们旷界以来 生生世世无边罪业 阿弥陀佛为我们一间挑 一间承担 所以为助狩猎做不情之勇 是主动而来的 不是我们祈求拜托 何物情为是重担 一间挑起我们的 众生世世的罪业 轮回的重担 于之众生示弱自己 把我们看成他的一体本身 是他的手 是他的脚 他的眼耳鼻子 五脏六脯 是他身体之一 所以他救度他的身体 那是很自然不过的了 而且是他的身体 当然也没有讲什么 条件不条件 因为没有彼此之分 是一体的 所以说平等啊 无条件啊 那还是一种批语而已 接下来 犯网经说 父母兄弟死亡之日 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 福知王者的建筑佛 生仁天圣 自然就有这个福报 就有这个功德 那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亡者 就能够使亡者 离开他的悲惨的果报 而生在 或者生在天上 或者是生在人间 能够遇到佛教 佛法 天经文法 学佛修行 这是菩萨戒经所讲到 凡是受过菩萨戒的出家众 或者在家众 都知道啊 这个范网经这一部经 那么菩萨戒经 就是范网经之类的 那么 这一部经呢 有上下两卷 主要是在说 菩萨修行的阶位 以及十座 甚至八卿的戒条的内容 那么 因为 这是在讲这个 菩萨戒经的这个功能 就菩萨戒经的功能 来讲的 那么 讲经就有这样的功德了 何况 我们如果练 南无阿弥陀佛的品号的话 那功德就不是更大 所谓 千句经文 不如一句佛号 尤其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呢 是涵盖 所有的功德在里面的 也就是 也就是经啦 律啦 佛啦 菩萨啦 这个功德都在里面 有一首祭 形容 这一句离号的功德 可以说 形容得很完整 那一首祭 这一句呢 在我们的练武感应入 第一集序文里面 有引用 大家会练吗 阿智 阿智十方三四 佛 明智 一切诸葬善 佛智 三智 四中 是具足 阿弥陀这三个字 具足佛 法 生的功德 阿智十方三四佛 十方三四佛 十方三四 诸佛 所有 法界 诸佛的功德 功能 都在阿 这一个字里面的 明智一切诸菩萨 菩萨表示 这个佛法生 三宝之中的生阿 这个菩萨 有小圣菩萨 就是十足 十行 十五一相 有大圣菩萨 就是十地根 等觉 这菩萨的功德功能 也都在阿弥陀这个名 当中 是八万诗圣教 八万诗圣教 八万诗圣教 是形容 这个佛法 的无量无边 来对峙 我们 无量无边的环老 那我们的 无量无边的环老 归纳起来 就是一零八 就八万四 所以 八万诗圣教 来对峙八万的环老 业障 也就是说 以八万的陀罗里干入水 来浇洗我们的环老 与痛苦 所以 有一句话说 六字 统圣万法 一门即是土门 六个字 那麽阿弥陀佛 就统圣涵盖 所有的法门 所以 虽然 念佛只是一门而已 可是一门 就是土门 所有的门 都在一门 里面 这一门涵盖 所有的门 所以说 六字 统圣万法 一门即是土门 接下来 法华经说 佛身充满你法界 普现一切 群身浅 玄脸覆改你不足 而横处子 菩提坐 意思是说 佛的身心充满十方法界 所谓十方法界 就是整个大宇宙 因此 所普现一切众生前 因为一切众生 不管哪一个国土的众生 哪一个道 哪一道的众生 都没有离开法界 所以 都是在佛的面前 佛都也在他的面前 随便赴港民不周 那随着跟佛 跟阿弥陀佛的缘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你不周 没有任何阵碍 熒功色 凡事要有 Malcolm 舞帘 所以有那个道理 可是 你没有去做 阿弥陀佛就跟他没有远没有关系 所谓不变随远随远不变 随远复感 譬如说阿弥陀佛要发愿救度失望众生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感 而我们众生恋佛就蒙收阿弥陀佛的救度 这个就是随远复感感应道交 同样的阿弥陀佛感我们应阿弥陀佛 这样的话就也等同我们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应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念佛就是感阿弥陀佛 感召阿弥陀佛来回应我们 来救度我们 来接引我们 这个就是佛的随远复感 那么我们念佛就有这个缘 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道交 能够跟阿弥陀佛感通 甚至跟阿弥陀佛一体不离 而恒出此菩提作 虽然佛能够事远八方十方法界去感召 去应这个众生的这个感召 该是众生的这种感召 她的感召 她的感召 这个感召 真的没有想召 因为这种感召 都在阿弥陀佛,都在佛的心中。 其实也无所谓心不心中,因为这一体道, 佛跟整个宇宙法界是一体道。 那佛是什么?是心。 我们的心没有佛现, 所以我们的心也是跟整个法界宇宙是一体的。 我们看宇宙非常的广大, 正在的科学家还看不出宇宙的边际, 可是宇宙在我们的心中非常的渺小。 博主就说,这个虚空有如一片我们的心向虚空, 那整个宇宙就像一片云也在虚空当中。 不见我们的心佛现是涵盖整个时空的。 接下来说,一一毛孔,现光灵,普遍虚空,发大阴, 朱幽明,所离不照,地狱众苦,贤令灭。 这两首计都是在讲佛的境界, 尽管我们有佛性,那佛性显现不出来。 有那个体,但是没有那个象跟用, 为什么呢?被我们的环绕业症盖住了。 那佛不是,佛能够显现出来。 佛本身每一个毛孔都能够放光, 而且光灵很大,就像整个虚空的云。 同时呢,普遍虚空之中,发出大的声音。 什么样大的声音呢?就是很清楚的,明朗的,能够让对方听到。 也就是说,朱幽明所离不照。 这个光灵能够照到任何的地狱。 所有的幽明,就是地狱的地方,没有不被照耀到的。 而且光灵当中,又有说法的法音, 使得地狱所有的痛苦当下,都停了,消灭了。 这个就显现佛,显示出佛的功能。 那圣地观经就说, 一齐丹女追圣福,又大光灵照地狱。 光中远说圣妙法,见佛昏法,当成我。 意思是说,因为郡主为祂的祖先念佛,就有福的光灵,照耀到地狱。 光灵当中,也在说着圣妙法。 什么圣妙法呢?就是说这个,苦啦,空啦,无常啦。 这些道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法性,法性呢,是没有环脑的,没有罪的,没有这个轮回的,讲这一些,来解脱对方的贪啊,撑啊,吃啊。 这个无敏跟罪业,这个就是生妙法。 使他们离开呢,贪嗔痴,离开疯别,离开执着。 这些隙子的乡妙法。 在是双妙法,离开傲道。 这些卫不見佛,但是,没有什么的那些。 但是我认为这些乡妙法,是她的宜法。 那即将她释述了梦。 这些药妙法依然是 cristian的良妙法。 这些软妙法在我们的宜法,因为这些药妙不强发生。 这些羽法这些不忏什么可知。 这个 opiskel,Butu 这些不可知的那些不可知的那些不可知。 作者的童谙法的,他在用妙法,能够成佛, 用佛的光明就是佛的智慧的外向 而佛的智慧跟佛的慈悲又是一体的 因此佛光也是佛的智慧 佛的慈悲 佛的生命 佛的本体 佛的能量 所以佛光就有佛的 就对使用众生的悲心愿力 那么地狱的众生一旦浓受 安兔光明所照的话 当下就所会怎么样 火化红脸 而离开地狱往生净土 所以在清明节的期间 大家到这里相聚恋佛 目的就是为了报答祖先浩天网集的恩党 只要我们怀抱着真心 那就能够使我们先人 达到离开六道轮回的目的 达到网红极乐世界的目的 那么这是真是假的 有这一些经文的依据 而这一些经文都是佛所讲的 因此这一些经文是真理 是一种能够超度的原理 我们如果照这样去做 我们如果照这样去做 就能达到那个效果 那么于兰盆经 于兰盆经 有目领作福 的故事 有一句话说 有一首记说 目领作福 母亲脱离恶鬼 这是于兰盆经的典故 还说 那色修善 父母免除巨烂 这是《学愿网生经》里面所讲的典故 那么这两个典故 在104年4月6号 我们在台大举行清灵念佛超度法会的时候 我有约瑞把这个典故讲说出来 那么这个有形成这个文章 又在我们的网站上 在这里呢 也就没有时间解说 历史一段 唐人道师赞阿弥陀佛记说 山土黑暗门光照 一门光照最构图 此光霞梯斯安乐 这是唐人道师所写的 《赞阿弥陀佛记》当中 对于阿弥陀佛十二光佛的这个赞叹 这个赞佛记可以说文字很辽美 而且内涵也很殊胜 其中 在这个阿弥陀佛十二光佛当中 在赞叹他的炎王光的时候 就说山土黑暗门光照 山土就第二鬼附身 蒙收阿弥陀佛炎王光的这个照耀 当下山土黑暗就灵来暗去 山二道的痛苦就消除 就往生建土 所以说山土黑暗门光照 一门光照最构图 王宋彌陀佛的光灵一照 所谓灵来暗去 所谓灵来暗去 黑暗的罪够 罪业 罪业 罪业就消除了 死光狭屁 食安乐 阿弥陀佛慈悲的光亮 远远的照耀到山土 使山土的苦恼 众生当下获得安稳快乐 第十二段法庄上人说 在法庄全集六百十八页 欲尽效养以父母为众之人 因先多父母与阿弥陀佛 获得人生怨生极恶称恋迷夺者 偏蒙父母之养欲故 或经念佛功德必蒙垂脸 因我父母往生极恶而灭其罪 作词详者阿弥陀佛必蒙父母与极恶也 中国有妙宁比丘尼者 若往父母三十点恋佛 为其父母往生故 父母忠得供托地狱之苦 同生极恶世界 前面是就道理来讲 或会引用妙宁比丘尼的典故 这个名字很清显 所以真正的这个孝养父母 必须使父母离开六道如回 才是真孝也才是大孝 那么我们要离开 生死轮的往生净土 是我们念佛靠佛 那我们的父母如果 他根本都没有佛缘 没有佛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把父母 把父母付托给阿弥陀佛 那怎么样付托呢 就是心中想把我们的父母交给阿弥陀佛 我们所念佛道等同 也是我们父母所念佛道 就做这一种孝思 孝顺的那一种念头 那么宇宙本来就是一个念头 当下就绕遍了全宇宙 最后又回归到我们本身 不过这也是一种比量上的比较 其实我们的心就是宇宙 所以起心断练 起善练 起恶练 起什么练 当下就跟宇宙当中的那个境界 想感应道交道 第十三段 又说 为王者念佛一向找 阿弥陀佛 几放其光明 照地狱恶鬼出生物 若此三恶道受苦之忍 起苦折洗 受终之后接得解脱 大经验 若在山谷前苦之处 见此光明这些休息 无分苦恼 受终之后接得解脱 前面是讲四项 后面是引用大经的这个经文 叫你 你来作为正名 这文字也很清醒 第十四段 印光大师说 如果真发孝心 即财老太夫人 若于恶道 若能以至诚心 未必念佛 亦可丈夫此理 往生西方 若未必多恶道夫 实在有之成佛 不宜以财老太夫人之去世 使景象为断也 这是出自 印光大师文操第三篇 回复温光熙居士的书信 这是问答题 表示这个 温光熙居士写信来 问 问他这个老太夫人 是往生到哪里啊 好像居士的情形不太好啊 那么印光就跟他回答 不管他的去处是哪里 是有没有往生 或者是堕落这个恶道 只要你以虔诚的心念佛 就能够感召佛 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来救度老太夫人 往生极乐世界 何况他也未必多三恶道 那假设多三恶道 三恶道的话 恋婆也能够超度三恶道的老太夫人 所以呢 不看老夫人到哪里 就看你有没有诚心 有诚心就会到极乐世界 那没有诚心 这老太夫人就只有水夜流转了 所以这一段印光大师的传承 也说明 练佛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 三恶道的仙人 第四段又说 做佛事为殿堡功德最大 做佛事为殿堡功德最大 有些场面好看而已 做佛事就是办法位 一般都是拜餐 有金刚餐 大悲餐 那大的就是粮房宝餐 有种种餐 那拜餐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呢 消现身在世人的这个罪业 所谓消灾本难珍苦严重之类的 那一方面呢 也超度过往的人 这些都是属于佛事 那明光大师说 不管为了什么 而要做佛事的话呢 都唯以殿堡功德最大 这个唯就是唯一 独一 没有其他 那等于是说 所有的法事当中 所有的拜餐、法会当中 还有其他人 Zac作为了 只要钱准也都有他的功德 这样烧摄点难珍苦严重 可是凌方教在这里怎么说 是只是常变好看呢 这是比较性来讲的 就是说练武功德很大 练武最为第一 其他的法事佛事 来跟练武相比的话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房间里面的日光灯 跟外面的赤色灿烂的阳光相比一样 相显救大师其色了 最后一段 普遍有请皆恋佛临终往生吉拉帮佳亲眷属永团训 光受如法大为法 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人生的目的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生命怎么样呢 不老不病不死 青春永住 而且生命长久 同时呢 我们恩爱的人 也长相思思不分开 那这要怎么办呢 要自己恋佛 也要亲人恋佛 同时也恋佛给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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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呢是一个杂志 杂志社的记者 那么这个杂志呢 也有在报导这个灵异事件 那这个年轻人刚好是负责采访灵异事件 报导灵异事件的这个记者 那么有一天他要采访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观弱音 观弱音 观弱音大家知道吗 那个时候电视也在报导 有关种种灵异的这个现象 那也报导过观弱音 所以呢 这个记者就要去采访 那么观弱音呢 就好像什么呢 一方面看电视 一方面可以跟这个附近旁边的人 对他 那么他去采访这个观弱音 他呢 去的时候刚好对方 也在办这个观弱音的法会事情 他当下呢 就亲身去体验 亲身去试 试看看 那么当下呢 在场的有十几个 那观弱音是怎么样呢 是坐在椅子上 然后这个脚呢 是踏在这个符咒上 就是说脚底放一张这个符咒 那么眼睛呢 是用这个毛巾 盖起来的 围起来的 那么毛巾里面 也有一张这个符咒 也就是说 符咒是盖住眼睛的 然后用毛巾呢 把它围起来固定 那旁边呢 就是一个道士 也不一定是道士 也不一定是道士 就是说 他会持咒 持咒来引导对方 进入这个阴间 这个就是说观弱音 在阴间观察到阴间观光 那么在那个地方 是不准诵经持咒练佛的 也就是说 在那里诵经念佛 或其持这个佛教的咒语的话 恐怕他本身的咒语就不灵了 那么不一定每一个人 每一次都会成功 那么那一天那个时候呢 刚好这个年轻人他进去了 其他人呢 没有进去 没有成功 因此 这个负责 负责持咒引导的 这个人呢 就针对这个年轻人 因为 在一开始持咒当中 如果 当场的人 有看到 不一样的景象的时候呢 就必须说出来 那说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持咒的人就判断 判断他有没有进入阴间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 他进入阴间了 进入阴间呢 必须要有一个目的 目的是 你要看你的祖先吗 或者是看你的变运 或者只是呢 纯粹好奇 想到阴间去观光走一走 他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咒语 随着你的愿望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 就说 他想要去找他的外婆 因为他从小就被外婆养大的 对外婆呢 很感恋 那外婆已经去世好几点了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时候 看到外婆的话 那也是一件很难得的 很难得的 面望了 那么这个执法的人呢 就换一种咒语 咒语引导他去找 那么找啊找啊 经过一段时间呢 就找在一个很偏僻荒凉 感觉很寂寞的地方 在一间很低矮 又不什么像样的房子里面 就在这里面呢 他看到了他的外婆 那子孙两个人 好不容易 陰阳相会 所以一见面 就很高兴很兴奋 因此就有说不完的话 那么旁边做法的道士的人 他就问啊说 你问问你外婆 缺不缺乏钱 现在你烧 他现在就可以得到 不像一般祭拜 附近会有古魂野鬼 互相抢脱 所以不一定得到 同时一方面呢 道士也在吹 赶快要结束 恐怕这个洋人的神事 到了阴间过久的话 回不来怎么办 他有责任啊 那么这个年轻人就 问他外婆 需不需要钱 在这之间呢 这个年轻人突然灵机一动 他就在心中 默认一句 让我阿弥陀佛 因为他虽然 不是一个学佛的人 不是一个学佛的人 可是他在采访 种种的灵异事件当中 当然也采访过寺庙 也晓得 练佛的这个功德利益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 才突然间想起这一句佛号 所以在心中呢 就默念这一句佛号 因为他也晓得在这个地方 是不能随便练佛 也不能送其他的经文的 可是就在他心中 这句阿弥陀佛 一念出来的时候 突然间空中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就看到阿弥陀佛出现了 而且呢 阿弥陀佛的双手 是抱着一个箱子 那个四十里山就是金银宝 金银宝箱 同时呢 这个金银宝珠宝箱 就已经在他外婆的怀抱之中了 而且他的外婆所穿的衣服 当下就变得雍容华贵 像菩萨的衣服一样 同时那个相貌身材也变得很庄严 所穿的鞋子呢 是金色的 而且是纯金的 那个时候他外婆 也特别把脚举出来 让她看看 哎呀这双鞋子 像黄金一样的 光亮高贵 其实就黄金做的 在阴间恋佛 我立刻出现贵魂 立刻用荣华贵 变为菩萨的相貌 她把这一件事告诉我 我就问她说 那你当初念了几句佛号啊 她说只念一句 那我就问她 你怎么不多念几句呢 她说没有想到啊 很诬论呢 她不是谅佛人 只是想到谅佛的好处 她说我是一个谅佛人 的人的话 就会在不管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什么清醒之下 都会不假思索的相续的义佛恋佛 那么想你看在阴间 他如果继续恋佛的话 可能当下他的外婆 就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了 不过因为很快 这个旁边做法的人 就把他造回来了 造回来了 之后阴间的外婆 结局结果是怎么样 当然也就不晓得 我们为对方恋佛 阿弥陀佛就放光 去接予对方 我们佛教讲回向 诵经也回向 恋佛也回向 行善度师也回向 方式也回向 这个回向的道理 是一种果报 回向出去 回向出去 就会达到那个目的 同时呢 同时呢 不是我们回向出去 我们就没有了 不是的 反而我们就更多 也就是说 我们回向出去 本来法界是一体的 所以对方就会拥有得到 同时呢 我们不但没有失去 我们呢 就会更多 所以我们起一个念头 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情 就会绕变了整个宇宙 最后呢 又回到自己 来 其实也没有绕变 这是当体的 我们没有离开法界 法界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都是一体的 曾经有个年轻人 以他诵经 他专经 一意打 送一部这个新经 送完了 他起一个念头 要回向给一个 他受到意外灾难的朋友 那个念头一起 就看到 从他的身上 放出一道光明 往远远的地方设出去 不久之后 那道光明 又回到自己的身上来 这显示什么呢 回向出去的 最后呢 还是回到自己这里来 这就显示 我们想人家的好 对人家的好 为人家的好 做给人家的好处 对方不但能够得到 同时呢 我们不会是去 又增加了 我们的功德跟能量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敬人者人能敬之 爱人者人能爱之 这个是有自然的道理的 这个是自然的道理 自然的原理 用一种拼语的话 就好像我们 用力的抛出一个灰盘 用力抛到远处 这个灰盘最后呢 还是回转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我们行善 我们念佛 也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我们做的善 我们念佛的功德 也就是说把这一些 回向给死亡众生 那所谓违向也不用 不一定非得特别的 念这个违向剂 是有这个心 就是违向的 还有 讲到这一点 就想到 现在社会上 最吃的 最穿的 最用的 贫穷困苦的 很多 所以我们尽量 把我们这个财产 就奉献出去 布施出去 那我们会觉得 我们本来有一千块 那布施了八百块 我们剩下两百块 不是的 布施出去之后呢 我们反而会拥有了 两千三千以上的 那我们只要有得吃 有得穿 有得住 有医疗会用 那就够了 其他的都布施出去 我们会想到 我有子子孙孙 留给子子孙孙 不必要 所谓儿孙自由 儿孙福 如果儿孙没有那个福的话 你留给他 反而留多少 就让费多少 那他有那个福的话 你不留给他 他本来就拥有 那没有那个福 你就要布施出去 他就有那个福 所以我们观察看看 如果父亲这一辈子 他所赚的钱 是不太正当的话 他的儿女 事业都不会太有成就 往往都是亏得多 所以我们为自己基德 为子孙基德 都要进行布施 同时又想到 一切众生不是外人 都是我们的亲人 所以是给我们的亲人 不是给外人 我们清明节 要度脱祖先 那么局远所看的众生 没有不是我们祖先的 都要同种来做法会来救度 那么今天拉拉扎扎就讲到这里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虔诚恋佛 我们旷节以来的愿亲在主 能够同蒙宫的同生 请到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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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